Hello 大家好 我是Esther 是不是每天都在家煮飯呢 其實都很好 我們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玩煮飯仔 其實都可以增進感情 又可以抗疫 我今天會教大家做糧送一湯 今天會做一個陳皮肉餅 炒粒粒 還有一個強肺化痰 益氣湯 一起跟我看看怎樣去煮這三道菜 我們在家最重要是一定要有湯水 今天會教大家用一些很簡單的配料 去煮一個強肺化痰益氣湯 我們煮湯通常都會加少許肉 我今天就買了這個豬腱 煮過一點水就放進去 大概滾一分鐘就已經可以了 就可以拿出來備用 我們煮湯很簡單 果皮浸軟了 我就刮了那個狼 買果皮就記住要用正紅皮 比較厚身的才有功效 毛花果我們可以剪一剪 讓它更加出味 至於先要把松草花 和苦芋苓枝用冷水浸泡15分鐘 我們就把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好了 煮沸了 然後就開始用中火 煮沸了大概一個半小時 到最後我們就會再用大火煮沸三至半小時就可以了 我今天就會做一個用人麵醬炒的西班牙豬腦條 其實它大概是原自古方的焦醬肉 它也是好像我們炒茄子粒粒 那我現在首先把所有材料切粒 前菜譜可以讓豆干切細粒 因為這個會怕它太鹹 切成冬菇 我們現在就去一些椒的鍋 這個黑毛磚栗條我們就切大粒這些配料的 如果沒有這些磚栗條我們都可以用叉燒粒代替的 我們也是燒熱油鑊 首先我會炒一些青蠔尖椒 我們先聞到這些椒的香味 我們就可以盛起它 現在就爆香蝦米 聞到有蝦米的鹹香 我們就放蔥菇 下豆干 然後下甜菜脯 我就放兩滴芝麻油 配料可以不起來了 我們爆炒黑毛磚栗條用中大火 如果我用太小火就怕會出水 煎封不了肉質的表面 肉質就會流失了 我先蘸少許蝦椒 下少許老抽 糖 下人臉醬 所有配料就回鑊 最後就買一個芡 如果覺得不夠色 再放兩滴芝麻油就可以了 我現在會教大家這個香煎陳皮牛肉餅 我們先切了些東西 陳皮 我們先切柚絲 把馬蹄放進袋子裡拍扁 也不用慢慢切粒 一拍就扁 我沒有什麼用力的 現在就切芫荽的桿 我們先把雞蛋放進去 加水 吸飽水會比較脹 水分幾次慢慢放進去 就可以了 等它慢慢吸收 再加調味料 好 醬油 胡椒粉 少許 最後加生粉 這個攪拌 我順時這樣攪拌 讓水分慢慢吸進去 免治油裡面 這些牛肉餅 一定要多一點油 因為它就容易粘 就可以了